好 現場準備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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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乖喔 小心他尾棒 你吃太多了嗎 好 對 我們其實一直都有持續在招募 寶寶寶權跟寶寶權的寶寶權 寶寶寶權的寄養家庭 是不是不能罵他們 因為我看電影他們這樣子 再見可路 詩琳 睽違兩個多月的外景 好開心喔 而且你看太陽真的是非常的棒 超級睜不開眼睛 這次的任務是什麼 我們的狗狗來賓在哪裡 今天我們來到的地方 就是我們新莊的 惠光導盲犬學校 哥哥你對導盲犬的印象是什麼 可能要回溯十幾年前狗狗的電影 你有看過嗎 你知道我講什麼嗎 應該跟我猜是同一部吧 不然我們123一起講 123 再見了 可惡 你有看過 怎麼樣我看過 你出生了嗎 我出生了啦 他那個走樓梯跌倒 我真的哭到不行 希望你今天不要哭 不會不會 事不宜遲 我們先歡迎主任進場 歡迎主任 歡迎彭主任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 惠光導盲犬學校 那我們的惠光 後面有兩個很大的字 恩惠的惠跟光芒的光 就是因為導盲犬是上天 惠賜給視障朋友的一道光芒 希望這些導盲犬 可以引導視障朋友 在黑暗的道路中 前進的時候可以更加的安全 成立的時候 台灣一開始是沒有導盲犬的 那最早是由盲人從監獄這邊 去找像一些紐西蘭啊 日本之類的先進的導盲犬國家 來協助我們發展導盲犬 到有一定的規模之後 惠光就獨立出來 成立了一個惠光導盲犬學校 對那主要就是以培訓導盲犬 免費提供給視障朋友使用 做我們的服務的宗旨 全台灣第一隻是在這邊嗎 對其實台灣的第一隻導盲犬 叫做Agi 他的爸爸媽媽都是從澳洲來台灣的 等到他們完成寄養家庭一歲之後 就由日本那邊的導盲犬訓練師來台灣 從這幾隻小狗之中評選出一隻 他覺得最有可能訓練成功的狗狗 帶回日本訓練 主任我想請問一下 想成為你的同事 他具備怎樣的特質 一定要非常的愛狗 這些狗狗啊 小的時候 你們可能看到都覺得 哇 導盲犬好乖好穩定 他們小的時候 就是跟一般的小狗一樣 會有騰咬家具啊 鋪咬你啊 搶襪子啊 破壞家裡啊 這些都是會發生的 還有其他的一些條件就是 類似像你必須要抱持著一個初心 就是這個目的是為了幫助視障朋友 而不是就是哇 狗狗好可愛喔 真的 對然後我就隨便為牠吃東西啊 反而就是哇 牠好可愛喔 我就讓牠跳上我的床跟我一起睡 那這些其實就是 違反了導盲犬的訓練 就趕快請主任 帶我們去介紹一下 導盲犬生活的環境吧 好啊 現在帶你們來看的這個地方呢 叫做風雨操場 就是我們狗狗遊戲的地方 對那牠們平常白天的時候 一早出犬舍就會在這裡遊戲 通常一進入了這個門 之後就放飛自我開始飛躍啊 跳啊追啊跑啊 主任我想問就是那個溜滑梯啊 聽說你們是訂做對不對 對像靠近我們這邊的話 會是一個像要準備上墊斧梯之前的材質 那再上去接續有木頭 水溝蓋跟玻璃的材質 就是希望這些狗狗在遊戲的時候 就可以自然的適應各種不同的路面環境 這樣長大之後 牠們如果在外面走就不會 呃這個我不敢走 導致是沒走就會怕 對對對 這設計得很周到耶 對啊就是希望牠們在遊戲之中 也可以順便學習一些東西 對那我們接下來就帶你們去看 我們犬舍裡面囉 OK 好走吧 走 這邊就是狗狗睡覺的犬舍 對那這邊就是牠們的房間 牠們晚上就會在這邊睡覺 白天就會跟我們到辦公室 由訓練師帶著牠們出去做訓練 那犬舍啊其實上面都有天扇跟冷暖的空調 好那牠們住在這邊都是很舒服的 牠們的房間比我房間乾淨很多 真的 讓我們看狗狗的房間 我想請主任帶我們去看一下狗狗們最喜歡的地方 這邊就是狗狗的飼料間 最愛的飼料就在這邊 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吃飯的時間 那主任請問這個密密麻麻的字是什麼 其實就是每一隻狗狗牠們依照自己的體重 跟年齡會吃不一樣的飼料 對然後有不一樣的保健品 負責裝飯的同仁就可以按著這個擺板 然後幫牠們裝正確的飯量 跟牠們的保健品給牠們吃 好啊 所以牠們是也是要身材管理 知道自己吃了什麼這樣子 對然後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幫牠們量一次體重 以免牠們過胖或過瘦 嗯 蠻嚴格的 真的蠻嚴格的耶 好啊聽說旁邊就是狗狗們最討厭的地方 沒錯 那我們現在來看狗狗最討厭的地方吧 是啥 是哪裡啊 你猜猜看啊 原來是誰哄哄喔 對就是狗狗的洗澡間 那雖然我們的狗狗有些很喜歡游泳 但是洗澡就是共通的不喜歡的時候 對那牠們其實大概每三個禮拜會洗澡一次 每天會有梳毛跟擦澡 但是洗澡的時候啊 牠們會先上來這個台子在這邊 洗乾淨之後再下來 走樓梯下來之後到這個台子上 那這個台子是可以升起來的 就把牠們伸起來幫牠們吹乾 這邊就是牠們另外一個遊戲的區域 然後鋪了甲草皮 那狗狗呢 牠們從牠們的房間出來之後 可以直接到這邊然後上廁所跟遊戲 所以這都是有連接在一起的 對對是有連接的 下班 牠們自己會切換 牠們自己會切換 切換都會 開始了 那我想請教一下主任啊 你們是如何栽培牠們教育牠們的 牠們其實一生有很多個階段 一開始的時候會先在學校出生的時候 跟狗媽媽在一起 大概兩個月大就會去寄養家庭 在寄養家庭待到一歲到一歲半左右 再回來學校這邊有訓練師 帶著牠們做訓練 訓練的時期大概會到狗狗的兩歲到三歲左右 那完成訓練的狗狗就會去配對 跟四丈朋友進行配對之後成為工作犬 那牠們正式上路之後 大概會工作到狗狗八歲到十歲左右 就會進入牠們的退休期 那等到牠們要退休的時候 我們就會幫牠們審核 找一個很有愛心的收養家庭 照顧牠們的晚年到牠們過世為止 一開始狗狗出生的時候 其實牠們眼睛的耳朵都是閉起來的 出生大概七到十天 才會慢慢把眼睛跟耳朵打開 對那這時候就我們就會開始 擺一些簡單的一些不同的東西 讓牠們可以探索 等到牠們大概兩三個月大之後 就會離開幼泉的培育室 然後到寄養家庭去 通常都是拉布拉多這個品種嗎 對通常都是拉布拉多 對因為台灣的環境其實比較熱 那以國際上面來講 大概有六成左右的導盲犬是使用拉布拉多 其他歐美的國家還會有很多像 黃金獵犬阿 邊際牧羊犬阿 標準貴賓 德國牧羊犬這一些犬種 短毛又聰明的話 那米克斯為什麼不行 對好多人問過這個問題 對啊 導盲犬有個很重要的先決條件是 他們要有祖宗八代沒有攻擊過人的紀錄 所以他們 這很難追溯耶 這要查底系的 對所以你看到EURI在這邊 其實我們都有就是他的血統的資料庫 對喔背後就是有八代的良民症這樣子 對才能夠選做導盲犬的使用 那除了剛剛我們提到的這些啊 那我們培育的過程還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嗎 其實在育種的過程之中 我們很留意的是第一個 不要讓他們近親繁殖 近親繁殖會導致一些遺傳性的疾病 所以像我們的狗狗他們在一歲的時候 就會做髖關節眼科跟心臟的篩檢 那除了說在台灣本土的育種之外 我們也很常進行國際的交流 就會從國外引進犬隻 或者是我們去年生的小狗也送了六隻 出去給韓國跟香港的島王犬 做交換嘛 對做交換 國際之間都會交流 對國際之間交流是很頻繁的 兩個月到一歲之間是去寄養家庭 那什麼是寄養家庭 寄養家庭其實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是志工 然後他們就是在這些狗狗小的時候 給他們很多的愛心跟耐心 然後教導他們適應人類的社會環境 例如就是出入不同的公共場所 練習搭公車捷運火車 或者是要去譬如說銀行 郵局餐廳 都要讓他們去適應這些不同的環節 是不是不能罵他們 因為我看電影常常是這樣演 再見可路 還是適時的要制止他們錯誤的行為 他們的訓練是以獎勵為主 可是如果他們做錯事情的時候 其實寄養家庭有一個黃金三秒的原則 你要在這隻狗狗做對一件事 或做錯一件事的三秒鐘之內 給牠回饋 牠才知道牠是為了什麼 被誇獎或者是被阻止 幼犬有時候真的還是有可能 譬如說破壞家具啊 就會制止牠 然後用比較低沉的聲音說 不可以喔 然後如果牠停止了去玩牠自己的玩具 證據說哇你好棒喔 你怎麼這麼棒 好乖 主要就是愛的教育為主 那這些狗狗在寄養家庭的這個階段 牠們需要的那些花費是誰負責 是由我們跟我們的贊助商來提供 我們的經費來源的話 有90%就是靠社會大眾的愛心 有沒有聽到 是大眾的 真的問這個狗狗好不好 拜託拜託 謝謝大家 那通常寄養家庭篩選的條件是什麼 這個真的是 導盲犬培訓之中很困難的一個部分 就是寄養家庭的數量不夠 因為寄養家庭啊 牠們第一個是 必須要有一位成人 可以24小時陪伴跟訓練這隻狗狗 對 因為剛剛我講了黃金三秒的原則 你不能把牠留在家裡面 然後過了8小時回家之後發現 家裡一團亂就一直罵牠說 你怎麼這麼不乖 家裡已經沒有用了 牠早就不知道 牠早就說那什麼 我當下已經很開心了 對啊 金魚腦對不對 接下來就是家裡沒有有汽車 因為這些狗狗小的時候 還沒有學會搭公車跟捷運的時候 可能要去練習去上課的時候 就必須要寄養家庭用汽車載牠們 那機車可以嗎 因為台灣應該比較多是機車主吧 對 其實很多人問過這個問題 但是有一點是比較令人擔心的是 這些狗狗小的時候 牠們個性可能比較不穩定 只是看到旁邊有貓跑過去 然後牠們就跳車了 對 所以說其實那個不能坐摩托車 也是有這個原因 對 那鑑養家庭的條件 接下來還有就是必須居住在台中以北 跟台南高雄等地區 為什麼要台中以北 花蓮不行嗎 不行 因為我們的鑑養家庭專員 這小狗剛去牠們家的時候 基本上會每天都去牠們家 不方便 對 交通太遠的話 對我們的人力會造成很大的負擔 鑑養家庭有些人會誤解說 那我是不是要一直跟這隻狗關在家裡面 其實不是 是你必須讓這隻狗進入你的生活 跟你去你要去的每一個地方 這樣家庭有一個最後一個條件 最重要的就是 要以幫助導盲權為出發點 然後來培訓訓練這一些狗狗 對 那這些狗狗也是聽指令上廁所 定時定量的吃飯 也不能說你吃飯的時候牠在旁邊看你 然後說哇 雞腿便當的肉分你一塊這樣 那真的很難耶 對 尤其在台灣社會 我覺得這些條件啊都 就只是字面上的條件 但是最難的條件是無形的條件 是你養了牠你很愛牠之後 但是牠一歲之後 對 這個真的不行耶 我覺得 我覺得離別的時候 寄養家庭的應該都會很 都哭著把狗送回來 狗狗都超開心的奔向我們 因為想說回學校好多狗跟牠們玩 牠們就超開心的回來 然後寄養家庭都後面一直落淚 以招募來講的話 還是真的我們一直都有努力的希望 就是有更多的民眾可以加入來支持 導盲犬的這個行列 所以我們一直持續都有在 招募導盲犬的寄養家庭 對 觀眾朋友如果你們有符合以上條件 然後願意當寄養家庭的話 也可以上我們會光的官網 進行查詢 有問題都可以在上面提問喔 欸主任 像我們導盲犬啊 從小栽培到大能獨當一面 變成一隻正式的導盲犬啊 是不是要花很多錢又很多時間 對 剛剛有講過時間了 那花多少錢你不要猜一下 十幾萬跑不掉 幾十萬 幾十萬跑不掉 半桶金 喔 有點接近 培訓一隻導盲犬 從出生開始到退休 大概要花費120萬元 但是在前期的訓練過程的 花費大約是70萬元左右 前期是指什麼 就是訓練時期 在他去跟視障朋友配對之前的 這個訓練時期 而且 對 是不是不一定會培育成功 對 因為其實在訓練的過程之中 訓練師會不斷的評估這一隻狗狗 適不適合 對 因為狗狗跟人不一樣 他們不會假裝自己 他們如果真的做不到 或不想要做這件事 他們就不願意做 那假如視障朋友想要申請導盲犬 他申請管道還有費用是怎麼算的 視障朋友申請是免費的 對 所以說就是 很謝謝社會大眾的愛情支持 讓這些視障朋友有機會 可以擁有導盲犬 他們的話會有一些先決的條件 例如就是 他必須要有固定行走的路線 對 然後這個人是 年滿18歲以上 65歲以下 對 因為可能18歲以下的 孩子們還在學習照顧自己 視障朋友要為狗狗付出很多 對 就是 像狗狗每天需要做的事情 刷牙 書 毛 擦澡 親耳朵 餵牠吃飯 幫牠剪便便 這些全部都是視障朋友 在這個時期之中必須學習 如何照顧這些狗的 那會不會有考察期這種東西 對 其實他們會有一個 共同訓練的時期 那這個時期大概會是兩個月左右 在這兩個月之中 就是一開始除了他們 前三五天的培養默契之後 就是我們導盲犬的指導員 會到這些視障朋友的家裡 跟他們做在地的共同訓練 那訓練的主要呢 就是他們上下班行走的路線 狗狗呢是聽視障朋友的指令的 所以視障朋友必須正確的學會 對這些狗狗發指令 然後讓牠帶牠引導牠前進 那我們歡迎我們的訓練師 嗨 大家好 我是導盲犬訓練師 我叫做品訓 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在路上看到 導盲犬然後穿著紅色背心 那我想說紅色背心是有什麼 特殊含義之類的 那除了那個紅色背心 你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寫一些字 就寫好像寫什麼訓練宗之類的 對 會寫著導盲犬訓練宗 然後下面說請務服務啊 不要呼叫啊 所以導盲犬這個紅背心呢 一個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這隻狗狗不是一般寵物喔 牠是導盲犬 所以牠坐公車捷運進出公共場合都可以的 因為這些都是牠未來跟視障者會一起做的事情 那我還有個問題 就是有時候我會看到有人是簽導盲犬 有人是用簽繩 那這兩個有什麼不同的含義嗎 狗狗牠並不是隨時都在工作的 當視障者牠的導盲犬手把拿起來的時候 這隻狗狗牠知道 現在是要我引導視障者喔 那如果今天導盲犬的手把是放下來的 視障者只是簽著簽繩 那這個時候呢 保護牠們安全的責任就是視障者 牠要保護自己也要保護狗狗 那因為等一下我也要來體驗你們訓練師平常的工作 你看我有背這個 很專業 那可以 請訓練師來教我一下怎麼幫狗狗穿導盲犬 好的 嗨Elly 那這隻是我們的Elly 這個就是牠們 你們剛剛提的那個導盲犬 那等一下 好 牠想要讓妳摸一下 跟妳互動一下是不是 我就先這樣拿著然後 然後我們幫牠的頭稍微hold著 就不會讓牠去 對 很好很好 非常好 牠感覺變了一個模樣 對 這樣子 OK 非常好然後這邊再請妳幫我把簽繩 妳從這邊給牽出來 對 完成囉 用妳的左手這樣子牽著 牠們是這樣子來引導視障者 這樣子 然後跟牠的相對位置大概是在牠的 屁股 屁股後腿這裡這樣 OK 這樣就是非常專業的引導的姿勢喔 OK 那 那我接下來就要開始體驗囉 好 我們來體驗吧 Elly 坐下 YES 然後牠一坐到呢 我就會講一個YES 然後給牠一個獎勵 稱讚牠這裡做得很好喔 好 然後接下來是趴下 Elly 趴下 YES 好棒棒 那假設我們現在在這邊等公車啊 欸 公車來了 Elly Elly 起來囉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試一次 那我也一樣要站在牠的右手邊 對嗎 對對對 Elly 坐下 然後牠想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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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喔 Elly 趴下 YES Elly 起來 好棒棒 很好喔 YES 很有續練天賦 妳要轉行了嗎 妳好棒喔 那我們來進階的 好 那進階的呢 等等我就來示範一下 我們怎麼訓練 導盲犬閃避障礙物 然後去找到一些目標物 像找門啊 找閘門啊 捷運的閘門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找椅子 Elly 前進 棒棒喔 Elly 找路 好棒棒 Elly 找椅子 YES 棒棒 怎麼這麼厲害啊 好 來 Elly 來 好 Elly 坐 好 Elly 趴 好 YES 棒棒 怎麼這麼厲害 好 我應該可以 我來試一次看看 好 Elly 前進 很好喔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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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呢 我們可以給她指定找椅子 Elly 找椅子 對 好 那就是 對很好 很好 那這邊是YES嗎 我們會 這樣子呢 會先順著她的頭 然後去摸一下椅子 確認在哪裡 然後她確定她找到了椅子 在講YES YES 然後給她獎勵 很好 然後我就這樣坐下 然後Elly 坐下 坐下 YES 很好喔 趴下 YES 訓練師的工作 真的是需要很大的耐心 跟細心耶 不過Elly真的很聰明 嗯 真的 沒關係 接下來哥哥還有更艱難的任務 好的 我們來看看是什麼任務吧 棒棒喔 到我嗎 到我嗎 對 很好很好 好 到了路口她會停下來 到路口了喔 對 安靜的 很好 可以走了對不對 對 Elly 你可以走了嗎 可以 那你要給她決定 Let's go Elly 體驗覺得怎麼樣 體驗 有沒有感覺我 我背後都濕了耶 友善的地方還是有 該加強的還是 像爸爸的 像爸爸的 李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